欢迎支持来到由赛奇运动协夫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我是甜心 已经三年没有发新专辑的陈坤呢 在09年末推出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 那凭借在影视剧方面累积的人气 陈坤曾经许家诺言说 如果一个月内他的新专辑销量超过五万张的话 他就会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 也就是2月4号开歌唱 那数一数现在呢 距离他发专辑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 不知道到底这张专辑的销量如何呢 谈到当初在发唱片时 承诺专辑突破五万张就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陈坤显得底气不足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短短两个星期里 新专辑销量竟然达到了五点五万张 这样一来 陈坤将成为娱乐圈中少数几个开歌唱的专业演员 最担心实话 虽然在刚刚开始说 不过就十几二十首歌 但是还是觉得在现场要完成 将近我们有二十多首歌的一个量 我很希望我自己的演唱 不要到后面就很糟糕这样的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练习 刚刚摆脱了专辑销量的包袱 没想到演唱会的压力又一次落在了陈坤的身上 即便将请陈楚生担任演唱会嘉宾 但演唱会上如何让歌迷眼前一亮 成为陈坤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那我自己也去试一试 我当然会在前期的排练除了跟乐队的合作之外 我也试试去跳跳舞 但是我这个就是我的弱项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我能不能去完成在舞台上 对演唱会的具体环节设置 陈坤表示暂时保密 不过接下来陈坤除了为这场演唱会做准备之外 还将在全国近十个城市继续宣传新阵集 当然我现在是为第一张唱片的宣传 还在各地跑去签售或者是开歌迷会 那同样我也在一直准备 当然我们在每个地方的每一个小型的歌迷见面会 也是在累积一个演唱的经验 所以我也一直在努力 对线承诺开歌唱 禁止章韵北京报道